你的成績已經很久沒有進步了嗎? 你的訓練內容 也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狀態 不知道每天自己在練什麼嗎? 或許你缺的是這個 週期化訓練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那今天我將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底怎麼樣是週期化訓練呢? 週期化訓練當中 其實包含了 漁洋耐力訓練 常見歇訓練 短見歇訓練 甚至是肌力訓練 這些東西加起來 才可以組成 變成一個有效的週期化訓練 那該怎麼樣安排你的週期化訓練呢? 通常我們以一週為範例的話 一個禮拜當中 最好建議大家有 3到4次的漁洋耐力訓練 那漁洋耐力訓練在週期化訓練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它就是維持你的體能 順便增加你的漁洋耐力 那第二種課表 會在裡面加入間歇課表 那間歇課表的目的呢 它是要在你打底之後 你的身體慢慢一個穩定的程度之下 再來對你的最大飾氧量做刺激 那這個時候才有辦法繼續的進步下去 那最後一種課表 它就是肌力訓練 那肌力訓練呢 對於跑者來講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果你的身體肌力很差的情況下 你的碰撞度不好 對於你在跑步當中到後面階段 你的肌肉會開始越來越沒力 這個時候你的跑步姿勢容易變形之外 你也會越來越喘喔 所以以上這些 就是簡單分享我在一週訓練當中 怎麼樣安排我的週期化訓練 就是有長間歇 短間歇 餘養耐力訓練還有肌力訓練 好那我們來簡單分享一下 在每一個週期不同的情況下 訓練有什麼差別吧 舉例來說在一開始一定是打底的基礎期 那在基礎期的時候 這個養成階段我們會把餘養耐力放得最多 速度型的間歇訓練會稍微少量一點 這個週期的目的 是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基礎養耐力建構好 對於你在後面的高強度訓練之下 可以越來越完整的把課表吃完 這個時候完成度變高 訓練的成效也會變好喔 那第二個週期的部分呢 會進入到一個進展期的階段 那進展期的階段呢 通常是在餘養耐力跟間歇訓練當中的銜接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餘養耐力會稍微的 減掉一天或兩天的量 把它改成間歇訓練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維持你的基本餘養耐力 還可以做一點點的間歇訓練刺激 對你的最大飼養量 可以慢慢的準備適應下一週期來的最高難度的課表 那第三階段 也就是訓練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 那這個環節當中 會是間歇課表比較多的情況 當你的餘養耐力建構基礎已經夠穩健的情況下 你可以透過一週兩次的無養耐力刺激 來刺激你的最大飼養量進步 那當你最大飼養量進步的時候呢 你的成績才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那如果你前面 餘養耐力基礎打得不夠穩健的情況下 在這個週期你的間歇課表就會跑得很吃力喔 那最後一個週期也就是比賽前期啦 當你到這個週期的時候 你的課表形態就會轉換成接近比賽的狀況 在你的課表當中 會越來越多的模擬比賽的配速 那在這個訓練環節的目的 就希望你可以在比賽當中 可以透過這幾次的訓練 來模擬你比賽當中要跑的強度 才不會有突然不知道 我現在爆掉我現在肚子痛 該怎麼樣解決的這樣的問題出現 好那以上這些啊 就是今天介紹的週期化訓練 希望你可以在你的訓練當中 加入像我一樣的週期化訓練 在你訓練更完整的情況下 讓你成績進步的更明顯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都已經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記得開啟你的小鈴鐺 才會在每個禮拜四固定接收到 我的最新運動J計畫的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